大家早安 早安 今天主辦單位是我們養生文教基金會 今天這場活動也是我們最後一場的活動 前面兩場我們已經有舉辦的一個院景工作坊 跟文化論壇的一個討論 然後我們討論的主題是針對於宜蘭童萬節的部分 這也是我們宜蘭榮心 大家不在關心的宜蘭 為什麼要關心呢 因為想到童萬節 大家都想到什麼 大家都想到什麼 我來問一下 唐代表 我們想到童萬節想到什麼 對 他說了對 大家變成說童萬節只會想到生水而已 可是我們童萬節最原本 最原始的一個目的性 並不是玩水 必死定不是 我們絕對不是就要生水 我們是要強調文化跟藝術 文化跟藝術的部分要怎麼樣去結合 這個部分在我們前兩場的一個論壇裡面 有很多的鄉親參與 然後我們也經過非常激烈 但是非常理性的一個討論 然後我們也給出非常多的一個建議 希望能夠給主辦單位或是中央政府或是文化部 文化局相關單位去做一份參考 甚至呢我們這一次是以審議式民主的一個方式來做進行 什麼叫審議式民主大家知道嗎 我們這邊連代表 審議式民主 共同來參與 對我們連代表講的對 大家一起來參與這一個議題 議題性不是議言堂 一定要經過大家各方的一個討論 甚至我們有一個學員甚至跟我們講說 我們老公家的開會 後面都不用聽媽媽的 不然大家都聽媽媽的 以後他們家開會也要用審議式民主的方式 來去解決他們家裡面的問題 所以呢我大概今天的介紹就是到這一邊 接下來呢我們等一下活動就要開始 首先呢我們的開幕式就由我們的莊董市長為我們支持 主持人還有我們的長官 胡長官 各位老師各位青年朋友大家早安 剛才我們養山的秘書長說口罩拿下來 口罩拿下來我原來那個年輕的掩飾度就不見了 但是年輕跟年長 我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是首先插一個短短話就是說 年輕跟年長是跟我們的童丸是完全沒有差別的 老年人也要玩 年輕人也要玩小孩子也要玩 所以我們童丸節會辦得大家很多人在支持 很多人喜歡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那我今天來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代表我們的創辦人 兩三文教基金會的創辦人跟大家請安 問好 歡迎大家來 第二件事情 我也是感謝各位老師跟青年朋友們在把揚當中呢 犧牲這個假日來關心這個議題 所以這是我們應該作為主辦單位 我們除了感謝文化部 勿以我們這個機會召集大家來之外 我們也很感謝大家 另外我們也期待在這個論壇當中呢 其實它是一個一連串的活動過程 那在這個論壇當中呢 能夠有一個非常令人家耳目一心的一些小結論 小結論這樣出來 那這些小結論呢 他出於老師的指導之外 我們青年朋友在座的各位 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所以我期待大家 我們做邏輯性的思考 或者是感情性的思考 在今天把它爆發出來 我們對於童丸節如何創生 如何延續台灣的文化 或者是童丸的文化 無所不談 無所不談 那但是在這個談論當中呢 我們絕對要避免有一些不當的政治性的思考 所有來的人都是今天的主角 那今天所說的話 我們都會收錄 收錄起來我們要提供給執政單位 或者是有能力來改變童丸 或者是延續童丸的這個立場的集團 那或者是單位 我們繼續或者不繼續都可以 我們開放性的討論 那重點有一個小小的重點 文化部的議題是加在地方創生 這就是地方文化的收集 也是養山文教基金會成立四大要點之第一個要點 在地文化的收入 發掘 整理 保存 我們養山文教基金會的宗旨有四大宗旨 第一個宗旨就是這個 我們要將在地的文化 失落的或者是被遺忘的 我們要把它發掘出來 然後做過適當的整理 然後保存下來 以後的青年或者是往後的執政者 或許他們可以在這裡找到一些政府機關 或者是高層沒有辦法 有錢人或者是這個大的集團裡面 新生代的人的記憶裡面 沒有辦法找到的一些基底的文化 這些都是我們生活的點滴 也是我們民眾的去向 那這個活動的第二個意義 就是我們配合文化部所提倡的省議市民主 我們從六月一直操作到現在 省議市民主是從底層出發 我們都知道台灣的民主是我們幸福的來源 是世界各國嚮往的目標 我們是一個老實說講到比較誇張一點 是一個進步非常快的一個典範 而且我們的民族顯得生氣蓬勃 我們的民族創造了經濟 我們的民族讓我們在島內沒感到幸福 但是在島外馬上會想到我家就在台灣 就是多麼幸福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種民族它其實很主要的 是我們寓意非常久 四百年來我們有好多 各國各民族強大的在這裡佔據 在這裡生養 在這裡教育 成就了我們現在 成就了我們現在台灣的民族文化 那這個民族文化要慢慢的把它變成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那我們必須生活就是要幸福嗎 要和樂嗎 所以我們的民族必須從底層慢慢來 從底層一接一接來 它真的是表達人民底層的記憶 底層的方式跟想法 所以我們講一句台語的話說 好像在開港街火 推新的東西 有一些直銷就從社區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養山以前二十年 二十年底蘊的社區營造裡面 我們從省議室民族把它結合起來 然後在那邊找到一些意見跟人們 今天我們就要來嘗試這個好的成果 那 所以我們期待呢 這兩個重大的議題 省議室民族的操作成果 以及文化地方創生 創生跟同玩的未來 我們今天要在這裡做小小的結論收割 然後提供給社會各界政府機關來做參考 但願我們提出來的 他們看到的意義接受 意義做討論做檢討 這個就是如果說我們現在做起來的 大家都不能改變 那好像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只是期待它是一個結論 它是我們養山文化基金會 文教基金會要保存的地方文化 在地文化延續的一個歷史資料 我這樣跟各位報告比較簡短 那等一下今天我不是主講 是各位才是主講 所以期待大家好好的討論 好 我們有一個好的收割 謝謝各位 謝謝 祝大家平安幸福 謝謝總董市長 那我們請我們宜安市公所 然後阻密為我們致詞 我們政黨收割 我們在座各位貴賓 做的關心 我們每天都要做的 我想剛才其實政黨收割 都跟我們過去 當晚跟現在 我們說一個現代的期待 跟動機 我想 你如果說你 我說我們很多 過去現代跟未來 其實 我想這段時間 我們可以好好的討論 暫時未來要怎麼走 我想都有一些的結論 跟未來一些的建議 我想真正在說 沒有問題的一個文字 的那些收割 一定要對我們 全國台的聲音 可以聽聽 可以一些主力 去看見未來 公司的部分 可以共同來發展 讓我們的動機率 第一人 不知道是 過去的動機率 未來可以脫臺放股 第三個月 我是第一頂位主持人 台東教育大學任務員 我本身是老總人 那 動機率很多 從1996年創辦到現在 他可以說是我們台灣和北京 基盤後最成功的國際藝術 那 這個動機藝術 其他民宿外國 他有信用跟豐富的傳統文化做基礎 那所以說可以在武中生友當中 來創辦這個外國 我是覺得他非常的不簡單 那 動機藝術的 他在了他本身有這個文化 藝術的這個意義意外 我感覺他對宜蘭人來說 他最快 直接 最快 可以讓我們感受到 就是他對宜蘭經濟發展的這個 幫助 我們知道 他這個 不知 動機藝術的基盤 不知是我們宜蘭的這個 這個 流行業者 受到他的利益 那 各行各業 差不多都有受到這個 動機藝術的影響 這個 譬如說我們 這個 蘇貴運來的這些觀光客 他叫一般應財 燒水應財 那不是一些餐廳賺錢而已 農民無財 賣財無財 插財 這個 這個 豆機 財 連香蕃的小妹 財 所以 他對這個 整個宜蘭的 這個經濟 帶來非常非常大的 這個影響 連我家也受到影響 我家在賣化妝品 我知道看不出來 我是使用錢 賣化妝品跟這個 動物業有什麼關係 因為 每一年 蘇貝 因為動物業 這個關係 我們都賣不太多水分辨 還有防曬油 這樣也感受到他的利益 那動物業 在辦這麼多年以後 我覺得他最吸引人的地方 其實不是動物業 不是動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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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吸引人的地方應該是水 沒有人來宜蘭 是要生水 是要生水 如果動物業 我老在台北 老在高雄 就能看 所以我覺得 最大的吸引人 就是生水 那經過這麼多年 我們動物業 已經建立一個 這個品牌 在固定的時間 固定的地點 基盤 而且當年 我們說 設定的對象 因為是動物業 所以 設定的對象 是孩子 那設定的孩子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idea 因為這個孩子 一定會寄舊的 帶兩個人來 這樣 我們臺灣人 算不算 孩子很重要 所以 這個無形當中 對我們 整個宜蘭的 國防國益 都帶來 非常大的影響 那 從1990年 一直到現在 我想 我們對整個 動物業 應該要有些回顧 也要有些關心 所以 今天 我們在第一場 我們說 這個設定的地方 就是這個 生肆的藝術 作為 地方 文化創新的 可能性 那第二 我們說 要為我們報告的 是這個 國家 藝術 基金會 副執行政務 孫華翔先生 那 他所要報告的地方 是這個 風洞 武林 驚洞 萬高的 臺灣藝術 我們先請 孫 副執行政務 來為我們做報告 剛才我想 剛才主持人 也特別提到說 那個 童萬傑 他的一個定位 那當然我們看到說 這幾年來講 說實在 因為呢 縣市的這個 競爭 其實他國與國之間 其實他也競爭相當激烈 那這幾年其實縣市 大概在 各個縣市都在進步 然後那 城市 縣市的競爭力 其實 文化 文化藝術節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那所以說 在這一塊來講 我們更要去看一下說 現在各個 台灣現在各個縣市在舉辦 文化藝術節慶 他們是用什麼樣的一個角度 然後怎麼樣的一個 這個 比較新的一些 一些觀念 來進行這個文化藝術節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我大概會從 舉幾個 我覺得還不錯的一個案例 那大家可以 跟我們既有的這個 童韓節 或者是宜蘭這邊既有的文化節慶 我們來做相互的一個 這個 這個 刺激這樣子 現在呢 各縣市呢 基於城市競爭的關係 所以呢 其實 在辦藝術節的時候 已經 不再是 純粹等於是 我辦了藝術節 然後之後呢 就像放煙火一樣 為這個縣市 或為這個城市沒有留下什麼 現在大概 城市在辦藝術節 現在都是會跟 所謂的 整體的 縣市的一個市政的發展 扣連在一起 有的是跟既有的 等於縣市市政的政績 先綁在一起 然後呢 它會指向未來 所以它 探觸到的議題 不純粹就是 就文化藝術 或就活動本身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現在有非常多的 藝術節 它其實已經涵蓋到 包括所謂的 當然最重要的是 民眾參與 包括很多的 主題的問題 然後 經濟的活動 產業的振興 這個我想 是大概最開 先端的這個部分 那教育傳承 文化資產的保存 甚至一個 縣市 一個城市的 品牌的行銷 甚至是國際的行銷 這些 都是 現在在辦藝術節 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所以 它不會只在 某一個領域 而是要照顧到整個 縣市市政的一個發展 這是我想是 目前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 我們從北到南 那我覺得 有一個縣市是不錯的 雖然它現在是這樣 就桃園 那桃園它辦一個 桃園地景藝術節 其實它也沒有標榜國際 可是我覺得它的程度 已經做到國際的 那它現在目前已經 辦了這個八年 不過我是覺得 它是整個用 所謂的縣市發展的思維 來做 所謂的地景藝術節 這件事情 那當然 它辦這樣 最重要 它當然會有所謂的 比較重頭戲的 國際藝術家的 來吸引整個 等於是 參觀的那個民眾 所以 這個是他們 2016年的時候 這個 我想想 應該好像是 宜蘭在地的藝術家 是不是 林順老國際藝術家 來做的那個 這個海膽 那 他們的一個策略是 同樣是一個品牌 等於是桃園地景藝術節 但是呢 它每一屆 都分桃園的不同的區去舉辦 所以透過藝術節 它去振興每個地方 包括不管環境的振興 產業的振興 所以這個是一個 它的一個策略 那它活動的內容 我們就看到說 它有所謂的國際性的這種 藝術家來做所謂的 藝術節的主吸引力 然後呢 另外呢 它也深入到所謂的社區 所以我們剛才講說 社區參與很重要 譬如說他們在 這一屆他們是在 新屋那個地區 新屋是海邊 那所以他們會有一些 社區型的這個部分 那 像這個是九斗社區 然後那他們在社區 就會 這個 做那個 養蜂的這個產業 所以它有很多蜜園植物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們看這片花海 其實是 他們的農業局 那我們在座 我們有農業局的這個 這個長官 其實 基本上呢 他們也透過了農業局的資源 去把這個地景固承出來 然後再去找到所謂的 在地的藝術家 跟這個部分去結合 所以又可以去振興所謂的 社區型的那個產業 所以這個議題他們也照顧到 那另外呢 因為新屋那個地方 其實是 現在都是少子化 也有很多一些新的住民 所以族群融合的一些問題很重要 所以他們就透過這個藝術家 他去讓這一些 社區的小朋友 新住民的小朋友 去畫他們自己家裡的 這個成員 也讓社區的人去認識 這個所謂的新住民的那個家庭 所以他們也照顧到 所謂的族群的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藝術家 其實是 就是他有多角化的這個考量 那到新的一屆 2018年的時候 一樣 你看他們 他們移視到所謂的中立 比較是城市型的那個部分 那他們的在地的特色其實是皮糖 所以那皮糖的話 他們當然也會有這樣的 所謂的比較是 國際藝術大師的這種作品 然後來去呈現這個藝術節的一個吸引力 然後呢 那他們很重要的一個政策就是 中立老街西的整個先蓋 那變成是一個城市發展很重要的一個象徵 所以他們的有一些藝術的作品 它就會等於是呈現在所謂的 他們的這個施政的成果 就老街西的這個部分 也讓市民的參與能夠更加的親近 然後另外呢 社區參與很重要 即便是在都市的這個街區 你看他們這個是他們社區居民 等於里長帶個里民 一起來去參與出來的藝術品 所以那個里長他就很驕傲 他就變成說這個藝術節在這一區的導覽 就變成他的里長 帶著他的這些社區的居民來去做導覽 而且變成是社區居民就變成是藝術家 然後你看那河岸的話 他就會變成是老街西重新掀蓋之後 一個非常民眾可以去親近休閒的一個地方 那到最近這個是 剛剛在舉行的那個台灣地景藝術節 你看他們就移視到平鎮這個地方 那平鎮那邊就稍微比較是山丘的部分 然後他們就用自然的這個素材 然後也是讓這個是台灣的林貴志的作品 那其實他已經都不輸這種國際型的這種藝術家 所以他們安置在這樣的一個地景下 讓其實可以讓世界看到 因為像這個部分都已經透過所謂的 那個internet傳播到各地 那甚至他號稱說這個是什麼 世界最美的這個風景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包括游文富的這個作品 這個好像是那個建商的廣告 這個一定可以讓房地產價值很多 然後王文治的作品 然後我有什麼特別介紹 王文治的作品其實在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呢 他原本這個地方是一個垃圾場 等於說荒廢非常久 那也透過這個藝術節 讓這個國際大師的那個作品 放進來之後 結果原本的那個社區居民 里長本來不看好 那覺得說 哇 竟然放來這麼漂亮的一個作品 所以以後呢 他們就非常珍視這個地方 所以變成以後的維護什麼等等 就會變成這個社區居民來做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是他們用藝術節去弄的這個部分 時間那麼快 好 我再介紹幾個 包括那個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那個新竹的設計展 那我們現在新竹的城市尺度跟宜蘭差不多 當然我們知道他最重要是掌握在地的特色 那在地的特色是什麼 所以新竹他不外乎也弄了所謂的這個 科技的這個 包括數據跟所謂的人工AI的部分 可是呢 他們也注重到所謂的文化智障保存的議題 所以他們在舊城的那個部分 他們也把所謂的最新 這個修復的那個圖書館 等於是以前日據時代的州立的圖書館 把它曾經重現出來 但是他們也引用他們最擅長的科技層的那個部分 像那個AR VR的部分 去呈現整個過去的歷史跟未來的那個發展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那個在座那個 王尊賢王教授 他也是這方面的專家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宜蘭也有很多人才可以運用進去 那最重要的是說 他們引進民間企業的力量 所以他們很多 剛才也有提到很多的資源的部分 其實不見得一定是花錢 包括是所謂的 像這個部分是他們的舊城的部分 有很多的老房子 他重新再整修 這時候重新整修 都是當地的企業家 他們一些科技的這個企業家 他自己去把它買下來 然後做整修 然後做文化的用途 那之後就會變成所謂的 像城市博物館的概念 所以他雖然是一個設計展 但是他的策略是 整個之後就會變成一個 城市博物館的概念 包括其中像有一棟 他就會做成飲食博物館 新竹有所謂的 貢丸米粉等等美食 所以他就變成這個部分 那有些是新竹的工藝的部分 所以他就這個是一個 非常有策略 像這個部分是他 新竹第一棟的保護公司 那這個是當地的一個科技的 這個企業家總經理 所以他就把這一棟買下來 他做一個飲食博物館 所以這個部分 倒不一定要花工部門的任何的錢 反倒是民間的力量 就可以引動進來 那我們當然很清楚的 像台中的那個花博 他也是二零一半半的 他最重要 他也是有一個 國際的這種 這個很大的一個作品 來吸引 不過呢 這個部分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他運用了台中最重要的 精密機械的這個產業 所以這整個 聆聽花開的聲音 這個作品 其實是結合了台中的精密 這個技術產業的這些工業 來去完成這樣的一個作品 所以藝術家其實是給 在地產業出題目的 但是也因為這樣的一個合作 所以這一些台中的產業 跟這個 這個台中市整個就 產生一個緊密合作的關係 包括其實這樣的藝術節 藝術家給這個產業出了 這樣題目 讓這一些產業 他有一個研發的 新的一些技術跟可能性 然後呢 另外包括他們也主動到 所謂的在地的那個歷史的脈絡 所以台中很重要的 像他的那個水浚 包括他的以前的那個技術 等於水利的技術 因為他是花博 那花博的話是 等於是農業舉辦的 但是他們也照顧到 整個人文歷史的那個脈絡 那另外呢 其實生態環境的那個部分 包括他們最重要的特色是 石虎的這個保護 所以包括這個部分 他們也設計在這樣的一個 藝術節慶裡頭 也是揭示說 他們整個城市未來 發展的一個方向 所以他不會是只局限在 花卉的一個展覽 或花卉產業的一個展覽 好 那我們大概最熟悉的 就所謂的那個 屏東的那個台灣燈會 那屏東的台灣燈會 其實他有三個蠻重要的 他之所以會成功 第一個就是說 他運用了當代的一個科技 我們很清楚的 他用那個無人機的那個部分 那後來現在台灣也有團隊 去做這個所謂無人機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其實他是大概首次 把所有台灣燈會的主燈 用自己地方的意象 所以我們看到以前 那個主燈都是什麼 哪一年 比如說今天是鼠年 他就用老鼠 或是怎麼樣 所以那個地方的識別 完全沒有 可是呢 屏東開創了這個 等於他的主燈 是用他的最特殊的產業 黑尾魚 歐安琴 的這個部分 所以以後呢 大家在看 回顧台灣燈會的時候 大家就會想到屏東 你看到其他的主燈 你不會想到說是哪個地方 所以這樣的話 就可以讓他們的這個屏東 形成了一個地方識別的那個部分 包括他們工部門 跟民間的 那一起協力去做很多的服務 因為我們知道 衣服結晶等有非常多的人群的部分 那都會產生很多的 這個服務上的這個困難度 但是他們也運用了這個公司協力的部分 讓這個燈會 這麼龐大的人數 都可以安打得很好 所以 讓他們自己會產生說 OK 大家學到的時候 變成是 他們自己就有一個在地認同 跟一個榮譽感 所以現在我屏東我驕傲 其實是變成是大家 非常耳熟能詳的一個用語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是說 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論壇的一個檢討 能夠再次的恢復 像包括我宜蘭 我驕傲這樣的一個願景 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先用台灣的這幾個案例 跟各位來相互的這個刺激一下 好 以上 各位前輩先生大家好 還有我們這個年輕的朋友們 就是宜蘭的鄉親們 那因為我本身不是宜蘭人 然後因為又在台北長大 雖然在嘉義這個主席在嘉義 所以台語不是非常好 但是我很喜歡聽台語 所以今天有那種如沐春風之感 但是我又有點很大的時間壓力 沒有辦法表達我這個對大家的這個敬佩 因為其實我是 懷著非常 戒慎恐懼的這個心情來到這裡 事實上我昨天晚上是沒有睡覺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2007年的時候到愛丁堡 英國愛丁堡念書 就是讀捷信活動管理 我寫的第一份在碩士的這個課堂的ASIC 就是拿童萬傑失敗的財物來作為我的這個題目 那我的這個題目呢 就是會在會後大家會看到 我這個2007年11月份起的這篇文章 在裡面呢 因為我有這個財務金融的背景 所以我就分析了 就是童萬傑他 從一開始的時候 並沒有拿太多政府的補助 是台灣的一個非常經典的 自給自主的一個捷信活動 而且也是宜蘭的驕傲 台灣的驕傲 那是從法國亞維農去取經 那可是到這個 從這個門票收入的這個力道 政府看到他好像賺了錢之後呢 就開始減少他的補助 那我就開始好奇 這也是讓我有了我的碩士論文的題目 就是說 那到底怎樣的財務比率呢 是一個黃金比率 對於營運像這樣子一個充滿創意的 這樣子文化捷信活動 是不是有一個golden rule 就是有一個黃金公式 是可以讓我們放諸四海皆準的 所以我後來 碩士論文是研究愛玲堡十二個旗艦藝術節 愛玲堡藝術節不是只有一個 英國愛玲堡藝術節有十二個旗艦的 跟上百個上千個很小的 可是為什麼政府挑十二個來做這個集合聯合行銷 就是因為他想要把資源放在重點的這些 這個旗艦型的計畫上 那他也把風險分散掉 為什麼要挑十二個 這個我們也不知道 其實他們裡面的人也爭奪這十二個的希望能夠擠進這些名單去 然後所以我今天這個題目呢 The Rise in the Force of Taiwanese Cultural Festival 就是從瑞士的一個教授裡面的一篇文 在2000年的時候就有一篇這樣的文章 那他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分析說 其實童艾節的結構 就像我們在扣襯衫的扣子一樣 當你扣了第一顆扣子的時候 你就幾乎決定了你的命運 比如說我在這篇2007年11月寫的論文裡面 我就寫 我就發現 就是說如果政府主導的時候呢 那你就會有這個換檔的時候就很危險 因為童艾節也同樣遇到這個危機 那如果你太過的這個商業主導的時候 又會可能會失去了童艾節原生的價值 那在這些所有項度的拉扯之下 到底什麼是最好的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三分之一的 這個我們認為的黃金比例是這個商業贊助 商業贊助跟售票演出又不一樣 售票的收入都不一樣 售票的都是面對大眾 這個隨波逐流的大眾喜好 我們不是變成流行時尚產業嗎 這是我們宜蘭的價值嗎 所以大家又覺得說 那到底該怎麼辦 所以這也是讓我不能沉眠的原因 因為第一個 我不是宜蘭人 你們才是宜蘭人 那如果宜蘭 這個在台灣這個人口減少的這個大趨勢底下 因為新移民法目前在立法院還沒通過 所以人口減少的這個趨勢是不會趨緩的 如果這個在沒有新移民的移入底下 那如果地方的經濟無法振興的時候 那又沒有辦法留住在地的年輕人 那誰來繼續扛這個沉重的同萬節的棒子 所以我就是先講我本來在我的這個冊子裡面要講的東西 因為我認為那只是一個引言 而且是我2007年的時候的舊東西 所幸呢因為我2007年畢業之後呢 這個交到一個女朋友 她還沒有念完書 所以我就決定繼續念博士 所以我在愛丁堡繼續念Events Management的博士 那讓我有機會可以更深入去探究 藝術節這件事情 作為一個Event 作為一個事件 或者是作為一個活動 她跟其他的活動之間是 時間上面是互斥的 意思是說什麼呢 你來看了一場電影之後 你人生之中的24小時之中 已經被電影佔滿了兩小時 所以她跟很多東西 在經濟學上是替代評 好 如果當你知道你的競爭的點點 有這麼多的時候 就是人家為什麼要來參加你的活動 全世界為什麼要來參加這場活動 那你就要很戒慎恐懼 看看自己到底有什麼 直短情長嗎 我就舉 不是我自己講的 我舉了幾篇 這個台灣著名的 這個就是 專欄的這個作家 像Crossing Line的這一位 他就寫 他是什麼價值 他有十條價值 自我表現自己住 不留痕跡 完全接納 去商業化社區公圈 全員參與市民 這些當下體驗 贈餘之心 所以他設定了一個規則 是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社會規則 在荒漠建立一個只有八天壽命的城市 然後這些人甚至有自己的名字叫Burner 他們以參加這個節慶為澳 然後建立環保城市為Leave No Trace 就是說所有來這邊的人 你要把你所有帶來的東西垃圾 所有全部帶走 不留歷四痕跡 就像我們人類一樣 來到這個時間 我們只是借用地球一段時間 所以他有一個很高的這個價值 可是大家看到Burning Man 你去看很多評論都說 他是一個嗑藥啊 然後瘋狂啊 嬉皮啊 怎麼樣的地方 可是他其實他的核心價值 是踩得非常緊的 核心價值踩得非常緊 所以宜蘭有沒有核心價值 聯合國的十七項永續指標 現在北極今年應該就可能沒有 夏天的時候沒有冰了 所以環境議題 人文議題 跟經濟議題 有沒有辦法共存 在Burning Man的例子裡面 是可以共存的 好我就想說 如果以我現在有的一個資源 就是說我們每次都講說 我們要自己幹 為什麼不能結合 所有的非營地組織來幹這件事 因為當你有一個很高的 核心價值的時候 大家都會來響應 像我們 我現在借調到 中華國際會議展協會 我們理事長就是前 交通部觀光局的老局長 蘇承田蘇老局長 他在2002年到2005年之間 就是游錫坤院長 在行政院院長的時候的 交通部觀光局局長 那我們協會 二十幾年來幫台灣做 國際行銷做這個 商務觀光客的形象 因為商務觀光客 他比較有錢 他一天可能花好幾萬 那他願不願意來台灣 那我們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Branding的 一個Slogan 我就想啊 宜蘭 A destination with Bester amenity And the creative freedom in Asia 台灣的自由民主價值 就是我們 最不願意放棄的價值嘛 就是要跟阿共 打到最後一丁一竹 我們都要跟他幹到底嘛 就是自由民主的價值 那為什麼 Creative freedom不行呢 那為什麼 韓國做的比我們好 我們要哈韓呢 那還有就是Amanity 就是台灣人很溫暖 我今天 從這個火車站走過來的時候 賣飯糰的 那個阿嬤一直叫我 那我就 走了很遠之後 然後我還走回去跟他講 買飯糰 那所以這個溫暖浩克的精神 是我認為 我們一個很有力的優勢 那為什麼不歡迎全世界來這裡 那以我 我在想 這個是武漢中東老師 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寫了一篇文章 我去改寫了說 我自己在經營這個會展協會的時候 擔任秘書長 我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我第三部門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所以 這些是我覺得 未來或許我們可以去找的 可是是各位想要的 我們只能從旁邊協助 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就是要請到陳德新處長 陳凱莉副校長 還有李志勇處長 來跟我們講講 第二節課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要討論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的命面觀 各位在場 關心童玩議題的好朋友 大家早 我叫陳德新 我左邊就是那個陳凱莉副校長 右邊是前無納局的局長李志勇 那 統玩題1996年開始 那剛好那一年 我是從墾丁國家公園 調回來宜蘭 我是宜蘭人 那從1996年一直到 我退休106年 年底 有22年時間 其中有21年是在宜蘭縣政府 那我是從很多單位 那最長的單位就是工商旅遊處 就負責觀光工商 這樣的一個單位 所以跟童玩姐就結下不解之言 我們每年夏天的時候就開始忙 童玩姐的準備工作 所以遠去的準備啊 停車啊 這個水質的問題啊 遊客安全的問題啊 來到宜蘭縣政府當然是已有榮淵 那能夠參與童玩姐的活動的舉辦 更是感到高興啊 可是那個背後其實是很辛苦很累人的 每天開會 那個辦活動還要開會 那文道局當然是核心的單位啊 他們是管那個 所有表演啊 各種活動之中這樣的一個內容 那我們就負責場地 那感覺齁 我就是有一種 心心體驗的感覺 回到宜蘭縣政府當然也有榮淵 可是 我想在座各位都有這種心情齁 為了宜蘭的好 懷疑做感染手齁 大概是我的心情體驗 那 1910年開始呢 我是在宜蘭縣政府的觀光課當課長 然後一直慢慢慢慢 當副處長啊 當處長啊 其他黨員都待過 那16人當中呢 童玩姐 我感覺齁 童玩姐就是宜蘭光光的火車頭 我們過去 1919年的時候 85年的時候 其實 宜蘭沒有國際觀光禮館 只有一家 叫做觀光禮館 那民宿沒有 也沒有休閒農場 休閒農業區 觀光工廠 南部家 那時候都沒有 那漁客數大概是 那個時候是280萬左右 那現在大概是 一千多萬的漁客數 民宿也上千家 然後觀光禮館 國際觀光禮館非常多 那休閒農業區 南部家族 所以它是一個興盛 非常興盛帶動的一個作業 我親身體力就是 從觀光的角度來看 它是一個 宜蘭觀光產業的 這個發展的火車頭 非常重要 那當然 童玩姐裡面 有很多的辛苦的工作 很多挑戰 但是也有很多代價 比方說我在工商旅行處的時候 就希望能夠 能夠蓋龍舍 進營民宿 可是後來到農業處的時候 龍舍太多了 所以開始要拆龍舍 所以有一點心境上的那個調整 還是調整不過來 不過我們今天就是要把這個數據 比較科學的數據 或者是有一些內心的這種 真正的這種感覺的人 來跟大家做報告 那麼首先第一個 指題就是 童玩姐這種 所謂總體效益 那陳卡利副校長呢 他是在休閒觀光產業 這個部分呢 非常多非常長久的 這個調查分析跟研究 那第一個部分呢 因為時間要把它控制好 我要請那個 陳副校長來跟我們報告 那個童玩姐的總體效益 他很多數據可以來參考 那接著再請 來自詠的局長來做其他的這個報告 簡單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我從 我來這邊已經 我算是非常非常資深 我不好透露年齡 那雖然不是宜蘭人 但是我在宜蘭 我居住在宜蘭的年數比 已經超過我這一生的一半了 所以其實我自己認定我是宜蘭人 那我們的小孩 我的小孩也是 都認定自己是宜蘭人 那從2000年開始辦 就是綠色博覽會1999年開始辦 那我從2000年 就開始做綠色博覽會的經濟效益評估 那後來那個童玩節的部分呢 我這邊手上有好幾本 就是從2002年開始 我也做這個童玩藝術節的經濟效益評估 但是並沒有每一年 那我想我今天大概會就 就我所做的這個童玩藝術節的經濟效益評估 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那大概這個是背景 1996年開始辦 然後到2019年 有24年 然後總共辦20屆 那中間當然有一些原因 有時候有停辦過 那整個主軸大概就是以兒童為主 那在當年1996年開始辦的時候 其實算是全國唯一 那可是大家也知道 就是台灣人真的很會模仿 對 那所以在其他縣市也開始 就覺得說 好像在這個宜蘭辦得好 那其他縣市也開始有類似的活動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從1996到2019 我其實本來有交了一份更完整的報告 大概2000多個字左右 那在那份報告裡面 我有把所有的各年度的資料來源都有提出來 那這個大概是 大家可以看到 大概在2002左右 大概達到最高峰 入園人數達到90萬 那但是後來就是因為可能就是各縣市的這個 類似的活動越來越多 那所以整個人數就下降 那到這個2006的時候 算是最低點 那後來當然有起起伏伏 那到2019年的時候是51萬人私 那當然就總體效益來說 不是只看入園人數或者只看經濟效益 那我們當然活動滿意度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就是很就是在主辦單位 對主辦單位來說 蠻需要去參考的 那在這個幾年的 我所做的幾年 那因為我的做法可能跟有些年度委託調查的那個做法不一樣 那一般外面的市場調查公司會用百分之多少 那所謂的那個滿意度百分之多少 他我在猜他們應該是用非常滿意跟滿意佔全體的百分比這樣 那不過我大概都是會用五四三二一 就是把非常滿意當五分 然後滿意四分這樣依序 然後我最後再乘以20 因為這樣子大家比較習慣 他就會變成是一個以100分為滿分的這樣子的一個分數 那大概2002到2014年這幾年是我做的調查 因為是那個方法是一致的 所以大概這個分數上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大概在2005年的時候是比較高的 那這裡面其實當談到經濟效益的時候不會只看園區收入 因為事實上他會為整個宜蘭帶來一些產值 那這些產值到底要怎麼算 那所以其實我們會關心的幾個點就是非宜蘭人的比例 就是到底外地來到我們這邊的遊客數的比例 那其實可以看到這幾年都有超過八成 那專程的部分因為我們會希望說他創造出是一個專程前來旅遊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專程為了因為同外藝術節吸引到遊客專程要來到宜蘭 那順帶的他就會在其他的地方做消費 所以大概我們也會去看專程旅遊的人數 那當然也是會看重複旅遊 其實這個就是靠同外藝術節吸引了多少人 那過去來以後還是陸續會再來 那其實我在綠箔做調查也是同樣都會去問這樣子的題目 那其實後來我們就會看到說重複旅遊的人數降下來了 那可能就真的會被其他的活動吸引走了 他覺得可能來一次就好了 那如果因為這個其實都是一些hinx 就是說告訴我們的主辦單位說如果他不重複來了 那其實我們的遊客數就會受到影響 好 那在門票收入的部分我盡可能去找到 即便不是我接受委託的 我也盡可能去找到門票收入的數據 但是中間還是漏了幾年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2011年到2019年 這個門票收入真的是逐年下降的這樣子的現象 那當然大家比較關心的就是效益 那效益大概有兩種我這邊算了兩種 一個叫場內的收益 那當然園區的收入不會只有門票 所以我們會用剛剛的門票加停車加船票 這個是主辦單位這個部分 那但是遊客在園區裡面還是會有其他零零星星的 那這個就是委託給 等於說那個園區會有一些這個委外的賣店 那那些賣店其實不太容易去取得他們的數字 那所以就會用遊客在園區的支出去做估計這樣 好那這樣子整個估計出來 我做的這五年大概在也是一樣 就是到2014年就可以看到說這個整個場面的收益 就比往年都低 那另外一個我們關心的當然就是所謂的周邊效益 那周邊效益我的做法是非宜蘭人他在宜蘭的支出 然後乘上非宜蘭人的總遊客數比例 那剛剛我們前面有看到大概都八成多 然後再乘上總遊客數 等於是說去估出這個整個宜蘭的 就整個童冠藝術節的總遊客數裡面 非宜蘭人占多少 然後再乘上他們在宜蘭縣的平均支出 那這樣算出來的結果整個周邊的效益 那剛剛雖然在園區收入的部分 2014年看起來很低 但是其實整個算起來 其實後面我們可以發現大家來到宜蘭 不是只在童冠節裡面消費 其實是周邊的消費是帶動非常多的部分 那周邊的消費會是哪些呢 大概就是他可能會到其他的地方去旅遊 然後他會用餐 他會住宿最大的一塊買伴手 那因為宜蘭的這個伴手店 這個雨後春筍越來越多 那所以其實後面周邊效益的部分是蠻大的 好那剛剛算到剛剛為止 其實都還是在有形的部分 那事實上我其實我本身是學環境經濟學 那我們其實有一些 這個就是在做環境經濟效益評估的時候 那我自己也做了一些文化資產的經濟效益評估 那其實是有一些無形效益可以評估 早期我曾經做啦 可是我覺得我做完了這個部分 給縣政府看縣政府也拿不出來 因為拿出去這個縣議員會說你錢在哪裡 那不是真正有形的收入 那無形的是一種心中的滿足程度 但是那個東西還是可以算的 那譬如說有哪些像譬如說交流啊 娛樂啊保存啊教育啊推廣啊傳承啊 那這些大家看起來說這個可以貨幣化嗎 可以的 真的要貨幣化是可以貨幣化 那我們是可以做的 那只是就是以這個縣議會在審查經費 就是審查預算的那個角度來說 是沒有辦法拿出來的 那事實上就是為什麼政府要去補助 補助一些相關的活動 那這些活動其實就是因為它有一些外部性 然後它帶來的一些是無形看不到的 那這一部分事實上還是可以貨幣化的 那但是因為今天的主題 我就沒有再去做那個部分 那未來如果我們再做這個 童韓藝術節的效益評估 如果覺得有興趣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再進一步來做 那以上是我這部分的報告 今天有這個機會來參加這個論壇 其實主辦單位出這個題目給我的時候 我感到非常高興 就是說童韓已經辦到今年25年 總共四分之一世紀 很多時候需要盡詳細來重新檢視 跟一個省思 所以這個題目對我來講 我非常的覺得有意義 因為時間有限 剛才那個時間幫忙扣掉 因為內容還蠻多 從我們的本身是宜蘭人 對童韓姐是非常有情感 然後同時當時也是 主要的工作團隊之一 所以對童韓姐的內容 一定會有很多的想說的話 但是時間有限 我想我就盡量聚焦在今天主辦單位 會給我的一個題目 就是挑戰跟它的代價 我們重新來做一個寢思 所以我報告大綱 主要分四個部分 這個大家稍微參照一下螢幕上面的一個內容 然後比較詳細的一個文字資料 我有提供給我們主辦單位 後續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到養山文教 看我們詳細的一個資料報告 首先我想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就剛才很多的老師提到的內容 其實都很有感覺 那我要特別提到 就對童韓姐 一定要把你的格局跟視野放開 所以不要太聚焦 童韓姐這個概念 其實童韓姐是整個宜蘭的核心文化活動之一 它不是唯一格 然後像比如說孫執行長 或者林老師或剛才的副校長提到 童韓姐它其實是宜蘭的整體的脈絡 是整體性的一個思考 不能單單把童韓姐就拉出來 所以我想一開頭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一個說明 就是我們可能稍微跳高一點 然後重新回過頭來看童韓藝術節 好 首先跟大家說明就是童韓藝術節 為什麼可以舉辦到25年這麼長一個時間 它有成功的一個背景 像我們都知道很多的縣市政府 它也嘗試要去舉辦所謂的兒童藝術節 比如說我們2017年的時候 我們舉辦了一個童韓論壇 當時請了由錫坤院長 林德福書長還有李靜慧副院長 他們當時就是最早創辦童韓節的這一批主要的人 那當時請吳晉級博士在主持這個題目的時候 第一個議題就是回顧回想回顧然後盤點然後再展望未來 那當時我們都那些長官們都有提到一個非常重要一點 就是說很多縣市政府當時都來參觀童韓節 可是回到他們那個地方都沒有很成功的舉辦 那我們做一個簡單分析 為什麼在宜蘭可以把童韓節辦得這麼成功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宜蘭的整體文化生態環境是比較完備的 就有點像剛才孫子先生提到的 其實它跟地方的文化特色 人文地產景它有很密切的關係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 一個活動要成功是非常的難 第二個我們自然生態是非常優美 我們去想像 如果童韓節不是辦在清水公園 青山綠水這麼好的環境 旁邊是很多的高樓大廈 是很多交通來來回回很多的噪音 孩子們或者是家長們在這個環境裡面 他就沒有辦法得到非常愉悅的一個享受 所以宜蘭有一個很好的限定條件 文化生態很好 自然環境也非常的好 那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獲得很多地方的人們的一些協助跟幫忙 童韓藝術節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有黃亨南老師 有米克林神父 有游席坤院長 還有很多的公司部門的一些協力推動 我們才有辦法把童韓節辦得這麼成功 然後還有 宜蘭憲民的一個認同感 然後公司的協力 還有我們的健強的執行團隊 一起同力的合作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核心價值定位 非常的明確 我們以四大主軸 然後來打造 宜蘭是兒童的夢圖這個概念 那我們回顧一下 我們常常說 每年夏天宜蘭就像一個聯合國 我們平均大概一年都會請到十幾二十幾個國家 大概二三十個國外表演團隊來到宜蘭 所以整個宜蘭的鄉庭就非常的熱鬧 另外它又是我們台灣 是一個國際外交是非常困難的地方 因為國際童韓藝術節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國民的文化外交的一個重要的媒介 所以我們到現今為止 總共有九十八個國家 三百八十八個國外團隊來到我們宜蘭演出 所以這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的一個 外交的一個能量 好 再來就是我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節慶活動之一 今年沒有舉辦童韓藝術節 但到去年為止 我們已經入園人數累計超過一千萬了 所以一千萬是什麼概念呢 我們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口 一千萬的概念 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數字 那回到剛才那個凱莉副校長提到的量化的部分 如果我們換算成經濟規模的話 平均一個人來到宜蘭消費大概是一千五百塊 一千萬人次就等於說 童韓姐辦到現在 而民帶來宜蘭的一千一百五十億的消費的一個額度在宜蘭 如果這個數字不準確 再請德馨處長幫忙更正一下 好 那當然我們有很多的殊榮 這個我就不追溯 因為時間有限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童韓姐帶來宜蘭很多的效益 那我想大家大概參與一下時間有限 我就很快的略過去 好我們重要的今天的題目就是挑戰 童韓藝術節到現在 我們確實已經走過四分之一二十五年的 四分之一世紀二十五年的時間 我們面臨到非常多的挑戰 那我們正視這些挑戰的問題 好好地去檢視我們未來該怎麼走下去 第一個我們剛才老師們也提到 節慶活動現在已經變成一個競爭的紅海 大家都競相舉辦童韓藝術節 或者是相關的節慶活動 不過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這些活動的核心內涵在哪裡 然後它是不是具有可持續性發展的一個效果 那童韓藝術節走到今天 我們要重新去想 我們怎麼樣開創自己的藍海 不是在紅海當中 我們為了吸引客人遊客 我們要去做花眾取寵的 短期效益的感官刺激的 馬上吸引他們過來 還是要跟地方的文化脈絡 跟地方未來的發展運景相結合 這個就非常重要 但不容置疑的確實現在很多的活動 凱利副校長剛才也提到 因為你的選擇性 Trad off 你選擇來這邊可能就沒有辦法到童韓藝術節 那大家都會嘗鮮 另外呢 我們可能 這個夏天 我可能會來宜蘭童韓藝術節兩次三次 可是有其他選擇 我可能減少次數了 所以這相對而言都會造成 童韓藝術節確實會面臨到這樣很大一個挑戰 第二個 陷入入園人數的一個迷思 不可自已的 確實因為現在面臨到紅海的一個競爭 我們的入園人數持續的在下降 不過 這個就要很靜下心來去回過頭來想 我們為了增加入園人數而去改變我們原來初衷嗎 如果這樣的話 很有可能我們原來的核心價值就不見了 所以我想我們所有縣民 或者是我們所有的主辦單位 甚至是縣議會 還有文化界的人士 這個可能要去重新檢視 人數是最重要的嗎 所以這個如果它是最重要的時候 你可能很多的核心價值跟籌備的一個初步的初心 可能就會做重新調整 所以這個需要好好的做一個醒示跟檢視 還有活動定位的一個堅持 我們的四大主軸還有核心價值這個是非常重要 否則的話我們的同案節就不是同案節了 所以這個也是要暫時的提出來跟大家做一個回顧跟醒思 當然會有進入到一個創意的瓶頸 我們剛才很多大家會提到水這個元素 很多的媒體或者很多的評論家會提到 同案藝術節給它感覺好像只剩下水 水是一個錯誤嗎 其實不會 如果水可以帶給兒童 帶給這個夏天歡樂的話 水它不是罪惡 不是你的硬傷 而是我們只要把水發揮到極致 所以我們在說你首先要把教育內涵 跟同案藝術節的核心內涵抓住之後 水它其實可以變成一個很好的一個媒介 只要發揮得好水是加分的效果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也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不要我們要有創意的 然後結合我們的同心同趣 來做同案藝術節的一個發想 好時間到了 好還有國際關心的一個敏感 所以這個是造成我們同案藝術節很大的一個挑戰 比如說兩岸的關係 或現在有疫情的關係 我們同案節就馬上就停辦 所以國際的一個疫情流行也會 對同案藝術節帶來很大的一個影響 好我們也都知道 不然同案藝術節一定要付出所謂的一個代價 我這邊簡單的列舉了一個四點 第一個對環境的問題 交通、秩序、衛生 人瞬間的大量進到宜蘭 一定會對我們的環境造成一定的壓力 然後也產生宜蘭因為消費的一個習慣改變 所以物價也會飆升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文化預算 同案藝術節的預算大概佔了文化局的整年度預算 大概將近是一半 如果本預算來講 所以它確實是佔了蠻大的一個預算的比例 還有人力資源的排擠 同案藝術節的舉辦 其實在我們縣府團隊或文化局團隊 其實他們本身都有自己的業務在推動 所以辦同案藝術節的時候 它得花很多的時間跟精神在這上面 難免會有一些人力資源排擠 所以這個怎麼找到那個平衡點 這個時時刻刻可能都要去做一個思考 好 我說最後就是帶結語 就是危機就是轉機 剛才提到很多挑戰跟代價 其實我們不斷在進行調整 比如說環境的問題 人力資源的一個排擠問題 預算的排擠問題 其實我們要回到我剛才提到的 就是站在整個高度 從宜蘭往下看 不只是一個同案藝術節 同案藝術節跟我們的整體的社區營造的建設 或者是我們的文化的禁用 文化的賠力 其實是緊密扣合在一起 所以藝術節它可以跟我們很多的文化政策 跟我們的文化目標 可以相結合在一起 我舉個例子來說 比如說我們剛才提到交通的部分 我們在2017年18年開始努力做一件事情 就是辦同案夏令營 那為什麼辦同案夏令營 就希望把宜蘭的各個地方的人文特色 或地域特色能夠一起帶動 同時讓遊客進來宜蘭 不要只集中在慶水公園 而是可以帶出去到12個鄉鎮市 那每個地方它有農業文化 有海洋文化 有圓民文化 每個地方都非常具有特色 這個就是同案節帶來的活動 活車頭的一個效益 可以把整個宜蘭帶起來 同時每個地方的文化特色也可以帶起來 同時也可以疏解交通的一個壓力 因為不會集中在五節羅東 而是整個宜蘭線就會分散出去 這是一個概念 另外12個鄉鎮市的一起參與 就應該是處處遍地開花 比如說剛才林老師 林冠老師有提到 像愛丁堡的藝術棋 或其他藝術棋 它不是只有一個地方 而是很多地方都在發生 而且很多地方是民間的力量 那同案藝術棋 它是不是當一個火車頭 而不是承擔整個宜蘭的重責大任 都在同案藝術棋 但是它可以當成一個發動機 帶領整個宜蘭的全面的一個發展 那這樣的話文化也可以深耕 地方文化特色也可以出來 民間的參與也可以加進來 人口的壓力集中在一個地方 也可以分散 所以這個是我們未來要去思考的 那我們可以做哪些事情 從回顧我們的優勢 把宜蘭的本身特色抓好 就可以想出未來比較好的一個 藍海 我們未來的一個出路 好 因為時間有限 我想這些就不贅述 最後我想做一個結語就是 同案藝術棋不應該只是叫座 只想人數 它還要叫好 所以我們要重新再思考 一旦國際同案藝術棋 我們期待它到底是 什麼樣的價值 什麼樣的內容 什麼樣的精神 以上我的解報 聽完剛剛兩位主講者的講解 我想 同案藝術棋其實是 很不一樣 很不一樣 它對宜蘭的發展非常的重要 但是 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在工商禮物出的時候 一直在鼓吹所有的這個 相關產業發展 尤其是住宿的部分 那結果我們整個宜蘭的土地 就蓋了很多房子 我記得在1999年回來的時候 從人山主義龍我下看 那個底下整個藍術棋也是脆立的 可是現在一上去看都是灰色的 那我想不管是這個總體消夜啊 或者是這種挑戰啊 代價等等的 還是人都可以談的 我是 我同案節部三屆辦 就是第四屆的時候 規劃好的時候 我已經離開 所以執行的時候 招標執行的時候 我已經不在了 所以嚴格講有摸到世界 那 那個 那世界 那時候是因為停辦 我覺得我有義務要稍微講一下 這段 這段感受 就像自詠 詠歌一樣 很有心得這樣 那因為主持人時間只有三四分鐘 所以我沒辦法講太多 那就是說在這世界當中就是說 是從一個百費待舉裡面再轉出來 舉了一年了 很用力舉了一年 然後之後呢 就我要接一棒這樣 那其實第一年 就是林聰寫縣縣長在停辦之後 他附辦的時候是 附辦有附辦的難度跟他的優勢 附辦的優勢就是說 因為大家渴望很久了 所以大家會期待 所以那個觀眾人數會某種程度的會要升 但是附辦有他的難度是說 因為所有的幹部很多都是新的了 就是說過去的那群人 因為有的就離開了 離開工作崗位 或者是說你要重新練兵 有的又回來 那要重新練兵那個默契 有他的挑戰 所以這個就是說 附辦第一年他的優勢跟他的挑戰 那但是就附辦了 附辦了以後 我們再接一棒 那個壓力就很大 因為過去的童晚節 各位你知道在大概 辦了第五年以後 哇人就很多了 前面幾年還在爬坡 哇到後來就連那個爬到最後 九十幾萬人的時候 陳登青的時候 是其實會爬坡有很多 其實童晚節的成功與失敗 有時候是人為沒有錯 有時候是客觀環境 那我們必須要講 譬如說我們童晚節辦到 譬如說名聲起來 起來到全國的時候 當時還沒有 當時那個網路媒體還沒有很興盛 還沒有攝取媒體的時候 初期的行銷沒有那麼簡單 那後來爬到第三四年以後 網路失敗 慢慢的 然後第幾年以後 社群年代也還沒來 但是那個時候 就明瞎出去了 所以那時候 雪水還沒有開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 雪水就這樣排了 幾公里這樣 可能十公里以上 都是車 從北宜公路這樣 那這樣的一個盛況 累積到大概九十幾萬 我印象中有一年 哇九十幾萬 簡直就是那個水 都跟他勾芡 那就是壓力很大 但是呢 就是很興盛 但是你要知道 他爬到六七五六十萬的時候 我相信全國就摩拳擦掌 有沒有 全國各縣市 大家想要想 移籃窮鄉僻囊 又沒有什麼交通 然後也沒什麼經費 他有辦法辦到這樣 所以各縣市叫做什麼 輸人不輸政 那再來就是說 他政府重視以後 他開始編定預算 另外一個時空就是說 我們那個時候的時空 在剛好同案節辦之前 其實本土化風潮起來 所以地方文實工作 地方文化平方管設 地方管已經在擾動了 很多縣市都在擾動 那我們比較有名的是桃米 對不對 我們的這個白米 那 所以這些地方的力量慢慢在起來 然後社區的營造 我們宜蘭也是走在前面 可是呢 別人也開始在追我們 所以你看兩股勢力 一個非常本土的 一個是非常國際的 非常活潑的 創新的節慶 都要被模仿 都要被朝聖 第三個是 陳定蘭倚降到我們郵縣長 他的這個 他所有的這個公共建設 或文化建設 文化理線 一直催生到觀光 這些都是促成同案節 或同案節促成他們 整個相互相互互補 產生的一種力量 那我覺得 這是有他的這個整體的條件 那我也很認同 剛剛黎智隆局長講的 就是說其實他是個火車頭 那我們以前也會談 但是有時候會忘記 我們就是在裡面 我們會去做他 火車頭他確實是如此 那我們到民間的時候 到時候最後我在任內的時候 我把它擴充到七天 就擴充七天就多了一週 我想說因為民間需求 他們的這個工旅 工商旅遊的需求 我們把它擴充 後來我們發現 Loading太大 因為你人數沒有 人 這個工作人員 跟經費沒有增加情況下 你要擴充 那個Loading很大 暑假的時候對不對 工作人員非常辛苦 同案節只是文化局 可能三分之一的業務 文化局還有很多業務 所以就很辛苦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在卸任前 我又把它縮回來 我再度體認到說 其實同案節不是唯一 要去承擔宜蘭工商發展的一個工具 它不是一個工具 它是一個綿綿細語 它只是在那時候抱一下 但是它其實是一種 宜蘭在地文化力量的一個 催化的一個東西 那我覺得 童話節有一個意義 讓我講完多一分鐘 童話節有一個意義 就是說我們讓孩子們 贏在起跑點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任務 叫做營造兒童夢圖 可是我是如何營造 營造兒童夢圖 是一種slogan 非常漂亮的slogan 但是營造某個過程當中 我們讓孩子們 贏在起跑點 所以我們各國的接待 外語的都在18歲 就開始做很多種接待 然後做舞台總監做什麼 所以我們後來孩子 有人做主播 有人做企劃 做百貨公司 做到各行各業 都是營造起跑點 各行各業 文化以外的各行各業 包括危機處理或醫療 助理 怎麼樣外送 什麼 那些是千軍萬馬的事情 那這些 這是我覺得 童話節非常大的價值 是讓宜蘭的孩子 營造起跑點 再來就是擾動地方的力量 國民外交 因為我每次都覺得 我好像外交部長 我坐在那裡 這團要鞠躬 那團要鞠躬 送禮物 其實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社區 接待 是不得了的 他們後面 都還會到各國去交流 所以你會發現 他們會去中南美洲 來會去哪一國 去跟他們做朋友 這就是我們宜蘭延伸的 一個童話的 一個國際的 一個外交的力量 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這個題目 是回到這個地方創生 跟我們這個童話節 那我們各位知道 地方創生是前兩三年 才提出來一個中央政策 也是Follow 也是學習日本的這個 安倍提出來的地方創生 因為要解決城鄉差距 城鄉落差這個問題 那很多在都市極度發展密度以後 很多偏鄉的年輕人 都集中到都市上班 所以造成偏鄉的落差或高齡化 少子化或經濟的疲弱 就相對的很嚴重 所以我們到底就是說 我們宜蘭童話節 跟地方創生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我們今天很高興來 邀請到我們兩位這個 雨潭人 一位是我們康彥民 康彥民過去 是我們的好朋友 就是在公里處 可能是在我們 御事長徽下都做過 然後在宜蘭 蹲點蹲很深 現在是LVBFB的總經理 我想對於文化旅行 或跟產業地方的關係 他會有很深的體驗 另外是我們施錦耀秘書長 那我想我們先這個 先請這個 這個彥品來幫我們說一下 謝謝 其實我非常高興來 聽今天這麼多的專家來講 這每個都時間不夠 我盡量會控制在時間以內 那其實在聽的過程之中 其實我們有很深的感受 那最深的感受是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也是宜蘭的孩子 然後一路這樣起來的時候 我們感受到 童萬節對我們的驕傲 我很記得 我要進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的時候 哇你要進那個工商旅遊處 好厲害 童萬節 我說童萬節是我們文化局辦的 綠色波蘭會 不好意思 我們農業局辦的 他說這樣子 兒童營展 不好意思 我們秘書處辦的 那個搶夫很厲害 不好意思 我們民政局辦的 然後就會發現一件事 其實大家對宜蘭 特別在節慶方面是很有感覺的 非常有感覺 那當今天這麼有感覺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當我一講到宜蘭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說 大家第一個會給我提出來的 其實都是童萬節 所以就我們自己 從宜蘭的孩子下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覺得童萬節是我們的驕傲 可是在一路以來一直走走 走到現在的時候 其實你現在在問說 我就有感覺 我們上次就去問說 你覺得童萬節大概就搖頭 叛氣搖頭 完了之後我說 你們覺得這樣 我們是不要辦好了 不行不行不行 絕對不能不辦 這實際的感受 各位如果可以問問身邊周遭的 無論是產業或是 然後其實我們就要去思考一件事 為什麼我們童萬節 從我們的驕傲 變成好像是有一點 就是像激樂一樣 也就是說你覺得好像不夠好 但是你不敢沒有它 其實這個就是 一直我們要去思考的問題 所以很高興養三 這一次開了這個題目 大家來好好的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藉由不同的力量 把這個議題把它談出來之後 把這個議題 就是把它傳播出去 然後希望政府也能看到 然後我們好好思考 是否我們有新的方法 新的方向 新的走法 讓我們這個童萬節 再度成為我們宜蘭的驕傲 然後我介紹一下 我是在玻璃天下 我們公司玻璃天下 是做目的地行銷的 就是希望把一個觀光目的地 成為一個知名的地方 那我們先提一下 節慶觀光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說 其實它有很多正面與負面 當然人很多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造成 比如說塞車 其實各位要是網路現在在看 人家一問說 宜蘭哪邊比較好 實際上馬上有人說 宜蘭不好玩不要來 宜蘭笑語不要來 為什麼宜蘭人被塞怕了 所以沒錯 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正面的 我們會看到很多負面的 然後在正面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思考一件事 這個正面對我們的大部分有益 那我們的負面 我們是不是有解決的方法 所以我們大家參考一下 其實我們 我用紅線這個部分就是說 其實我們為什麼需要童萬節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它提升了 我們觀光地區的名聲 就是我走到哪裡人家 宜蘭來的童萬節 我很記得我剛回宜蘭 因為我是從小宜蘭長大之後 因為我出國去念 我去外面念書 然後又回到宜蘭 我們記得我剛回宜蘭的時候 我跟人家講我宜蘭來 大家都會跟我講 童萬節 大家都會跟我講 所以你對外面講說 我從宜蘭來 大家可能第一個對你喊的 都是童萬節 它是一個很重要 我們宜蘭很重要的一個品牌 很重要的形象 這也是我們縣政府 還有我們基金會 很成功的把這個品牌做出來 大家的驕傲 而且很多人 很多人他們今天進來的時候 其實他們小朋友 我以前在學生的時候 我有去打過工 跟帶個外國人到處跑 這是他們的記憶 這是他們的記憶 然後再來就是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它提升了 當地的活力跟社區精神 然後增加對其他地區的認識與交流 特別是如果只是我們在宜蘭的話 以前來講我們比較偏鄉 那我們其實比較少機會 跟國外的 你看一年要進來22個團隊的時候 這每個團隊都是一個國家 都是一個文化 都是一個歷史 對我們來講都是學習 所以呢 我們現在回頭來看 剛剛其實前面幾位 宇台人也把童萬節成功的方式 成功的地方 他的效益講出來 但是我網路上搜尋了很多 我自己也看過很多的paper 然後我覺得那個 2008年朱聰靖 朱瑟他把宜蘭成功的原因 我覺得講得深得我心 第一個一件事 他說他證明了文化 他是個核心價值 可以帶動觀光旅遊 這些周邊效益 藝術節的模式是可行 潛力無窮 然後再來他說 創造了一個結合文化藝術特色 與教育啊 休閒啊 娛樂這些多功能 綜合性藝術節 盡可能全面性滿足每個遊客 不同需求 我覺得做到了 然後第三個 他是地區性的活動 發展成國際性的藝術節 透過在地的特色 成功的將後山推上國際舞台 這是我對童萬節成功的感受 直接的感受 他只是把它講出來 比較文皺皺一點 但是這是我的感受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分享 也是剛剛各位 其實比坦坦也提到 我們成功的地方 好但是 我們現在談的是 但是 來各位想一下童萬節特色 好我們想一下 以前的時候我們會想到 有什麼 文化交流 各國到我們宜蘭來啊 然後我們可以跟他做一些交流啊 交換啊 然後去 去把這些 我們這邊的特色 然後把他們的文化 移到我們這邊來 好這就是我們一開始 童萬節的核心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下一個地方 其實 我以前常聽到是我們這些 就是自己這些光彩 其實最開心的 就是把小孩子 丟到那邊去之後 在一個地方 可以把世界各國的文化 童萬的文化 做一次把它看到 因為表演的時候 其實每一次表演台 都是人滿維化的 我們可以 我們真的很有感覺 人滿維化的 為什麼人滿維化的 因為他們想要去看 各國不一樣的表演 再來 這個是展覽 因為他有四大主軸在展覽 那這個是其中一年 是做3D立體藝術 展覽也很重要的一環 然後呢 這就是我們大家 從剛剛一直討論到現在 其實我們現在 其實今天一個 這個討論下來 跟我們這幾年 大家聊到的感受都一樣 水 好不好玩 很好玩 我們那個朋友很多就說 其實童文姐最好的地方 是我寄小孩的地方 就是每天一早的時候 就把小孩寄進去 因為我們有護照 寄進去之後 晚上下班再來接小孩 真的很多家庭 是這樣處理的 所以玩水的確 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主軸 很重要的主軸 但是就這樣 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然後童玩 就是小朋友的一些 玩的這個部分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記憶中的童玩 就是每一個都有很鮮明的特色 都是我們心目中的童玩 然後呢 這是世界各國的 有文化的 有特色的 小朋友 然後來展現他們各國童玩 甚至這個活動成功到 也成功的讓台灣一個 就是非聯合國組織 願意承認我們宜蘭 有這樣的一個國際童玩節 但是我們現在看一下我們現今的特色 這是我谷歌 前兩天 谷歌搜尋的童玩節前兩頁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講的任何特色嗎 可能只剩一個就是玩水 八分鐘了嗎 有這麼快 好 沒關係 我很快 我再兩頁 好 我只準備八頁 然後就是我們現在的特色 然後這就是我們要去思考的地方 難道我們童玩節只剩水嗎 水其實大家都可以模仿 我之前如果沒有爆炸之前 八仙樂園其實玩水比我們更有名 那我為什麼要來宜蘭玩水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就要去思考一下 好這是我剛剛從胖看來提的 童玩節曾經讓你驕傲的地方 請問我 今天因為時間不夠 我們就不讓大家來講 但是各位心裡先想一下 第一件事 你覺得童玩節曾經讓你驕傲的地方 第二件事 宜蘭童玩節 目前 現在還是你都要像 我們有童玩節 你會很驕傲的講這句話嗎 這件事大家要想一想 曾經在童玩節是我們的驕傲 我們很驕傲 剛剛講那些地方都是我們的驕傲 但現在你還會對外說童玩節嗎 那再一個問題是 如果有的話 各位想一下 是什麼東西讓你覺得還是驕傲的 其實這些點都是我們要去思考的地方 所以我們不能直接講說 外來一定要做什麼 因為其實這件事其實需要大家的力量 一直在討論 可是我需要跟大家講的是 都要思考我們有兩個方向去看 我們先看一下西方的藝術節 因為藝術節它是文化 藝術為期點 它其實不在乎 它的那個所謂的經濟效益 所以它只想你有人來 所以它到最後網路上查到它的資訊 它的KPI都是 我現在有多少的表演團隊來表演 我越來越多的表演團隊到這邊來表演 這是國外他們對於藝術節的 但是你要看一下1947年到現在 1947年到現在 1979年到現在他們都比我們久 但它都比我們人數是一年一年上升 然後它都比我們 讓人家覺得我一定要安排我的時間去玩 那我們的童玩節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核心 讓人覺得說我至少 我今年童玩節一定要去玩一次 我跟你講我剛進縣政府的時候 那時候童玩節 我有聽到這樣的聲音 就是我至少一年一定要去玩一次到三次 可是現在童玩節大家就是說 我如果真的沒事 反正沒事做了 好了我去童玩節吧 角度是不一樣的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 其實為什麼大家都一直在討論說 這個地方就是地方創生 因為其實 日本他把藝術節跟地方創生結合得太好了 所以我舉了這三個例子 我想大家都應該都知道 或者是不知道也可以網路再去參考一下 第一個是大地藝術節 三年紀 他們的藝術節都三年在 因為他們很努力的去把所有的藝術家 所有的核心 然後怎麼樣去把它做整線 怎麼樣跟地方產業做結合 不是只做這個表現而已 所以包含大地藝術節 像最成功的就是賴戶藝術節 然後再來就是 像賴戶內的藝術節 他一年有100萬的參訪人 他這三年有100萬的參訪人士 有44億台幣的收益 那大地藝術節他有51萬 算最久 他有51萬的參訪人士 有17億 就是這些節 把本來已經覺得被荒廢的地方 他突然活絡了起來 那他們其實以日本的藝術節來 他是藝術跟地方創生為起點 所以把這個地方吵得起來 然後像雜晃聽起來好像是大都市 但其實他因為他畢竟還是有地理的關係 但那個雜晃的話 他基本上就是一年有16億台幣的收益 不是一年三年 有16億台幣的收益 有38萬的參訪 那這些其實就是讓我們去思考 我們未來的方向 我們宜蘭的童萬節 現在其實已經到了瓶頸的地方 水的確他是很好的元素 但他不能是你的核心元素 除非你能提出來 你的核心元素為什麼是水 除非你提的出來 不然他不可能是我們的核心元素 如果只是核心元素的話 別人有水就把我打敗了 我台北就有跟水有關係的活動 我為什麼要再開個車 塞個車 塞個兩個小時之後 來你這邊 然後才去玩一個水 那不是就不會是重點 22個國家到了我們這邊來 讓人家一次看起不一樣的特色 這可能會是讓人家覺得 永生難忘的一個部分 所以各位我們這是大家要提出來 大家要去討論的 我們宜蘭的童萬節 他的未來到底 我們要像西方藝術一樣 然後只是有越來越多的表演團隊進來 然後讓人家覺得很感動的 或是說我們要像日本一樣 就是我們要與地方的產業 合在一起做地方創生 然後一起把這個地方帶起來 這是我們未來要去思考的問題 好 感謝各位聆聽 我想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日本大地藝術記跟賴戶內海 都是有知名的策展人北川富郎 那在2014年的時候 我們也邀請到台灣社造20年的國際研討會 邀請他來做Kino speech 然後也是非常精彩 那當時我們把宜蘭的一些政策也給分享給他 他覺得我們做的是超前部署 他覺得我們很多觀念是走在他前面 他很謙虛 但是的確有某種宜蘭做的事情被他肯定到 那我想大地跟賴戶 因為同一個策展人 所以他其實處理的方式 都是用世界級的公共藝術家 雕塑家 建築家 這些大型的公共藝術能夠引起公共的參與 跟社區的參與 所以每個藝術家他給一些經費 這些經費怎麼來的 由政府跟他民間贊助的力量 那他的所有的參與的藝術家 有非常世界級的 可以引起非常大的媒體效益 所以他因為媒體效益 世界性的媒體效益 所以他可以吸引到世界性的觀光客 他整個在操作策略是這樣 但是你吸引之後 然後我們每次在談永續都是然後 那這個藝術節他如何然後 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讓全世界的一些大學教授或很多人去實習 帶學生去參與 然後居民參與 就多方面力量參與 還有一大堆的小舌隊的義工 大概有兩千人以上 然後不斷的有非常多的小型的一些討論 就是他們一個作品都非常多的討論 行政當院非常多的討論 那這樣子討論就會建立很大的共識 那我覺得因為童韓節比較不一樣 是說以官方來主辦 官方來主辦跟他不是官方來主辦 他的角度又不大一樣 所以那個參與度也不是很一樣 但官方有角度 有很多公權力帶來的效益 是不可忽視的 你很多贊助 很多也需要官方出面 才能夠拿到一些比較公共性的贊助 那我想這個 我講一下那個 就是說大地跟賴戶 最後產生了真是把這兩個大的區塊 賴戶內的一些各個小島 以及新洩偏鄉的一些鄉鎮 從一兩個丁一直擴大到五六個丁 那整個加起來你就開車 你要光開車就要開整天這樣 就是一個距離到一個距離就開車要二十分 你就知道那個山路蜿蜒 所以都是老人家 所以他真正把他創生 但是他最重要的是他的時間是半年 你可以去 他因為那個飛雪 就是節慶 他做完以後他不斷的去參觀 另外半年是在下雪 譬如說新洩這樣 所以他的這個官方說意思 悠悠的來 跟童韓節那種集中來不大一樣 所以他的民宿土特產 很多那種店他就可以 可以迎生 那創造了在地的光榮感 這個是 剛剛舉的例子非常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 因為我們是地方創生的小組 所以希望我們 這個台灣觀光地方創生協會 我們邀請到最厲害的了 那請我們秘書長施錦耀 來分享一下我們台灣地方創生這兩年 這幾年所做的一個 跟我們童韓節的一個可能性 謝謝 地方創生協會秘書長施錦耀 然後我自己是 台北的班家音樂 就不是宜蘭人 不過宜蘭對我來說 其實有蠻多勤快的 因為其實從 學生時代 然後一直到畢業 到現在出社的工作 其實常常有空都會來宜蘭玩 那童韓節其實也來過幾次 所以大概 有一些雖然不是在地人 但可能有一些 以外地人的角度來跟他聊聊 就是童韓節這件事 好那因為今天 我的主題比較多是地方創生的面牆 所以 我們就先從地方創生談起 那地方創生呢 這件事呢 就是其實大家都知道 是從日本來的 就是它並不是一個 台灣自己原生的政策 因為地方創生是一個字 就是一個日文 不過呢 我想說就是 我們從頭 開始跟大家重新聊一下 就是地方創生 這個名詞到底在幹嘛 它其實是 2014年 其實找台灣五年 在做這個政策的時候 其實 日本政府其實想做的就是幾件事 因為我們覺得 大部分的年輕人 都住在市 都住在都市 就是東京這些地方 那住在都市有一個缺點 空間小小 生活壓力大 薪水低 所以年輕人感到不幸福 不想結婚 所以導致全國的少子化議題 然後還有就是偏向議題 算沒有解決這件事 所以就以地方創生的角度 開始想 鼓吹年輕人 就是說 你可以回鄉去工作 因為回家工作減好處 租金便宜 生活比較優渥 然後政府再給你一些補助 所以你工作也比較輕鬆 然後你會覺得 生活是幸福的 所以就願意結婚 願意生小孩 所以同時解決了 國家少子化跟偏向的問題 那我覺得台灣不錯有趣 就是台灣剛好跟日本差五年 就是在面對少子化跟高齡化這件事 那這個政策也是台灣晚日本五年 所以日本其實也是我們接近 也是我們可以參考 所以我覺得就是地方上這個政策就是 大家可以在 我覺得是可以再去轉眼一下 日本到底在做什麼 那跟台灣到底有哪些差異 因為台灣政策 因為今天不能聊政策 今天不是聊政策 所以我就不講太多 對對對 只跟大家講就是 欸有蠻多可以參考的地方 那再來呢 因為前面就是康傑講 比較多是 國際型的 大型因素解 那我剛好就是跟他做對照 就講一些台灣的例子 跟大家聊聊 那另外我也想跟大家討論 是說 每個節慶每個節慶 其實都有一個讓人家既定的 印象是吸引人家想去的 那前面有聊過嗎 就是童灣節這幾年 給大家印象是什麼 那我們來看看台灣的幾個 比較有的大型決心 都來討論什麼 像第一章是 也剛結束的 台北的白皺之夜 白皺之夜給大家 其實第一個印象 他雖然是藝術節 可是他給大家最大的印象 就是 晚上出來玩吧 大家對大家第一印象就是 欸我半夜不睡覺 出來看藝術節 好像台灣就只有這一個展 我就來看這個展 這是大家對他的第一印象 OK 這是白皺之夜 好第二個也是剛結束的 台灣設計展在新竹 在新竹 剛結束了 台灣設計展做了什麼呢 他其實融了很多 比較屬於創新跟科技的元素 所以他想要讓大家 重新去顯示就是 新竹就是個科技城 可是科技城可以幹嘛 他們用這個元素去包裝 所以第一個 時間看到 包含他們有使用APP 包含所有的設計元素 都是用科技展這件事來 來融合 然後融入他們的老城區這件事 所以他其實想給你營造的是 科技感這件事 好那再來是 除了國家的話 我們講一些就是地方情的 這一個是在鹿港的 金秋藝術節 他其實也辦了五年的 那他們這個團隊呢 其實一直主打的都是 在老街的活動 然後在宮廟 在傳統文化的活動 所以你看這一個是 他們每年固定會在他們的 龍安寺前面做表演 不管是傳統表演 現代表演 甚至在這邊表演過搖滾樂 但全部都會在廟城前面表演 就是他們一直主打的印象 就是老街文化 老街文化 那最後一個是 我自己個人最喜歡的 這個是 池上的秋收藝術節 他每年 他其實算每年都有不同的音樂家 和藝術家在表演 可是大家最大的第一個印象 就是他背後的那一片 道浪 因為他們每年就是會 統一去切割他們的道浪 所以當大家來的時候 就會發現 這個道浪好整齊好縱觀喔 這就是他們給人家的印象 所以呢他們就是持續給大家的印象 然後其實大家可以再重新再回想一下 就是 到底童王傑這幾年給外面的人的印象是什麼 然後這個印象真的是夠吸引人的嗎 然後甚至是有 夠有競爭力 夠有國際吸引力的嗎 就是我覺得是可以討論 因為前面這幾個他們都 大概就一個直議題 可是其實就馬上抓住人家目光了 對對對 那我們的直議題到底對不對 就可以跟大家討論 那再來呢 除了就是 各的遠節線的話 有一件事我想聊 就是 除了在做自己的活動之外 有沒有可能是 做 就是 區域串聯這件事 就是 因為我們剛才前面提到就是 池上秋收藝術節 它是在每年的十月底 可是很好玩耶 你看整個花東 它真的都在193線道上面 他們覺得是 時間上是有算年的 他們並沒有互相打架 所以從第一檔開始 每年的暑假到十月 是月光海音樂節 在花蓮 花蓮的北邊 然後接著十月底 好 進到台東的北邊 池上秋收音樂節 然後十一月初 好 再往北一點 富里的草地音樂節 然後最後是十一月中 大家比較知名的 阿米斯音樂節 他們所有的節慶時間 都是 你看喔 都是切開的 可是其實是有串聯的 雖然是各自各自 做屬於自己的小節慶 可是他們整個 花東是串聯起來的 所以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大家都說 整個秋冬是 花冬的淡季 但是整個秋冬 在花冬 有這麼多的節慶 吸引大家去 所以其實反而 在淡季的時候 他們有創造出 一波不一樣的 觀光熱潮 這個也許是可以思考 是 除了童韓節以外 童韓節除了自己做以外 到底有機會是 跟其他區域做串聯 然後做時間上的整合 然後去營造出一個 一整年 依然都好玩的這個現象 來吸引大家 而不是大家只記得說 喔 就是 暑假來童韓節 那其他時間呢 依然都不用吸引人 我覺得 應該也是必要啦 所以我覺得可以跟大家聊聊 好 那最後呢就是 這一張呢其實是 好 這是我自己的活動 但 重點是因為這一張是 我們自己在辦的節慶活動 裡面有蠻多 就是包含有青年有老年 想跟大家聊一個議題 我覺得這議題蠻重要的就是 大家都在說 這兩年 因為談的地方 雙雙政策 所以 蹦出了好多年輕人 開始回鄉 開始去做一些節慶活動 可是我想跟大家聊 其實這並不是這兩年才出來 它其實是一個 世代的現象 我覺得這很重要就是 因為現在檯面上這一批 返鄉 大家看到很多藝術家 那麼節慶的工作 不管是核心 或是主辦人 大概都在30歲 到40歲左右 這一批是什麼樣的人 他們有一個共同樣貌 大家可以去回推 就是 他們剛好是一批 他們在受教育年代的時候 是國立電影館的末期 跟教改初期的一批人 所以 他們會很好 他們很有趣的是 他們對台灣其實沒有很熟 就是這一群人 對台灣的 死地沒有很熟 因為他們學的教育 是對整個大中國的死地比較熟 但是那時候 他們又是第一批 受台灣鄉土教育的人 所以你覺得很好玩喔 他們對台灣不熟 可是他們對台灣有受過很多 愛鄉愛徒的情懷 所以他們其實內心是一群 想認識家鄉 但不認識家鄉 所以內心一直有一個衝擊感 那差不多長到了 30歲到40歲左右 他們在社會有一段歷練了 所以 想要跳下來回鄉工作的時候 那又遇到了 就是《地方充分》這個政策 所以我覺得 《地方充分》這件事 本身並不是一個 突然爆發的線量 它其實是一個世代熱潮 就是 這一群 教育一整群的世代人 上來了 然後出現在這邊 所以也許我覺得 這也是同安捷可以思考的 是 同安捷今年24年了 應該我沒講說24年了嗎 那 說真的 就算從零開始 也養出了一個大學畢業的人 那到底 在宜蘭在地的鄉親們 就是不管是第一批人到近期 就是接受過同安捷 大家到底對 同安捷的認知是什麼 你對她的驕傲是什麼 你對她的認同是什麼 然後你對她想要 飲就飲的部分是什麼 我覺得 這也許是思考 特別是從 教育的面向去扎根 就是重新讓宜蘭能 願意去好好的 就是認識同安捷 甚至把它 重新視為是宜蘭的驕傲 這件事也是很重要 就是從教育下手 我覺得是相對重要 因為它是整個 一整個世代的事情 而且是真的能做到 勇氣的經營 甚至是 一直持續有人投入這件事 我覺得是相對適合的 好 那就是 最後就是一張簡報 就是 也是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 童萬捷的初心到底是什麼 他既然是 國際 藝術姐 他是國際藝術姐 那他的初心是什麼 他到底想給人 看到了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是真的很重要 那也許是 大家可以想想 就是如何讓童萬捷 重新查這個招牌 是值得討論的 就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我想我們這兩個案例 都是 這個國際跟在地的一些大小型的節慶 跟地方創生的一些案例 那我自己覺得說 其實 我回到就是說 童萬捷本身 我們只能講幾句話 童萬捷本身 其實 到最後 要有很多 那個 上下互動 左右互動的一些政策連結 那因為童萬捷最早是 感覺是 因為我們秘書長最清楚 童萬捷以前是 縣政府的童萬捷 到最後 比較像宜蘭文化局的 為主的童萬捷 那這個東西的消長 的移動 可能因為熟練了 熟練了 還有因為縣政府 又長了別的節慶 所以在政府的角色上面 也有一些調整 不可否認 以前我記得 我們家裡很多人 在縣政府上班 每一個人 不管他在 不是在文化局 他都要去排班 去曬太陽 不管他是當主管 什麼長都一樣 通通都曬得很黑 也就是說當時是這樣的 很用力下去 投了很多年 所以他的底蘊打得很好 可是曾幾何時 現在我又新的 比如說綠色博覽會 又有新的任務起來了 那所以其實這部分 我認為也是值得觀察的 就是說 那最後都放到小小的文化局 那文化局其實本身來講 那能量沒有那麼大 因為他不是很大的局 經費就是整個組織人力 都是很辛苦的 那剛剛給我一個靈感 我會覺得說 其實 回到就是童韓節 他只是一個點火者 就整個年度來驗收 我們宜蘭的文化觀光 或各項政策的點火者 或整合者 他應該是有一個驅動 就驅動者這個角色 那這樣的話 我們在做計畫的時候 我會建議文化局是 可以把它 各單位有關的政策 畫一張組織表 只有不要只畫人的組織表 這樣各位不知道有沒有聽懂 譬如說現在又 地方創生 到底現在是到文化局的政策 還是到公里處的政策 要把它自賣下來 那文化局有哪些相關的政策 是很適合放到童韓節是連動的 其實在組織圖 我們都是畫人跟單位 很少畫政策 相關政策其實是牽動牽動 那你就很清楚這個藍圖 大家如何在機關建立共識 就是對外宣導 或者是怎麼樣 在詮釋上面 也會更多的一些參與 比如說好 你現在已經地方創生了很多年了 那很多年輕都返鄉了 已經到三星蹲點到蘇澳 南方澳海邊去捕魚 什麼都有了 那這些人在童韓節如何參與進來 因為在我們政策上 沒有連結的時候 就會死剩下童韓節 只是邀請國際團隊來 是核心 那四大展演 可是我覺得要與時俱進 因為中央政策或國際趨勢 已經走到這個邵子化這個階段 如何讓新住民參與進來 如何讓地方創生的青年返鄉參與進來 這些如何上春多美學策展人參與進來 如何讓所有的相關文創政策的東西參與進來 那參與進來在同時間都百花齊放 讓這個能量都可以擴大 而且我認為就是在這四個禮拜或五個禮拜之前 其實他就民間就要參與進來 我覺得那個奈富給我很大的啟發 奈富跟大帝 他們的參與時間是很長的 好 謝謝